女人即将分娩时,医生却手足无措地愣在了原地,因为他们发现胎儿正用双手掐着旗带,试图结束自己还未开始的生命。 这匪夷所思的一幕颠覆了所有人的认知,尽管他们尽力抢救,可胎儿却还是永远地闭上双眼。 而这已经是女人无故流产的第三个孩子了。 悲痛欲觉得她痛斥着命运的不公,但她不曾知晓的是,在这个结果的背后,却是她的孩子艾文在无数次修改命运后的最优解。 实际上,艾文也曾享受过这个世界的美好,尽管从她祭祀起,父亲就因严重的精神问题被长期关押在了医院,但在母亲关怀被治的疼爱下,她的童年过得也还算幸福,可直到她七岁那年,这短暂的幸福生活就被打破了。 这天,母亲将艾文送到学校后就准备离开,老师却在这时一脸凝重地敲下了她的车窗,接着又急匆匆地将她带进了教室,原本还以为艾文在学校里闯祸了,可没想到老师竟告诉她,就在昨天的美术课上,她让孩子们将长大后的理想画下来,但让她没想到的是,艾文教上来的却是一幅毛骨悚然的画作,并且当她询问艾文为什么要画这些事,艾文又表示自己完全不记得美术课上发生的一切,联想到她父亲的精神问题,无比后怕的母亲当即就带她做了 全套的脑部CT,万幸的是当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表示一切正常,并且以她的经验来看,艾文或许只是间歇性失忆,因此她建议母亲可以培养艾文写日记的习惯,这样也有助于刺激她更好的巩固记忆,本以为只是虚惊异常,谁曾想到了第二天,母亲就见到了更为诡异的一幕,在她转身拿包准备出门的空隙,艾文竟也一脸冷漠地拿着刀出现在了厨房,吓坏的母亲连忙询问她怎么了,可艾文这事也好似刚回过神,连忙扔下了手里的 根本就不记得刚刚发生了什么,这一幕让母亲后怕不已,但由于她周末也需要工作,无奈之下,她只好先将艾文送到了邻居家,因为邻居的两个孩子刚好是艾文从小的玩伴,可她不知道的是,这里也是艾文所有厄运的起源,当她刚一离开,邻居的女儿凯莉就兴致勃勃地告诉艾文,她爸爸新买了一台摄像机准备给他们拍电影,然而一阵白光闪过,艾文就发现自己赤身裸体地站在了地下室,她再一次地失忆了,完全不记得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邻居这事也像换了个人一 威胁她好好配合,不然就会告诉她母亲她在这里调皮捣蛋,她又试图询问凯莉,可眼角挂着泪滴的凯莉也一言不发,凯莉的弟弟汤姆更是沉默地坐在角落,手里扭曲变形的洋娃娃却暴露了她内心的愤怒,到了晚上,艾文母亲再一次找到医生寻求帮助,在她说明情况后,医生推测艾文的间歇性失忆或许跟压力有关,毕竟艾文从小缺乏父爱,而最近的失忆刚好又发生在和邻居父亲在一起的时候,所以她建议可以尝试 安排艾文和父亲的会面,这样或许也会对病情有所帮助,但万万没想到的是,来到精神病院的艾文还没和父亲聊上两句,她就再次犯病了,刚回过神,父亲就已经恶狠狠地掐住了她的脖子,其余人见状赶忙上前阻止,可父亲却仿佛彻底丧失了理智,眼看情况彻底失控,警卫在情急之下也只能将她打晕,可谁曾想这一下竟直接夺走了她的生命,一转眼六年的时间过去了,艾文和玩伴们的天真也过渡到了叛逆,还是在那个熟悉的 地下室,无聊的汤姆无意间找到了父亲藏起来的雷管,这让几人一拍即合,当即就准备炸掉邻居家的信箱来找找乐子,然而就当几人怂恿小胖将雷管丢进信箱,拥戴着爆炸的空隙,艾文等来的却是再一次的发明,当她醒来后,就发现自己莫名回到了树林之中,小胖更是一副被吓傻的模样,并且不管她怎么追问,其余人也都只是敷衍地表示一切都会过去的,而等小胖被送进了救护车,赶来的艾文母亲也大声地质问她究竟发生 可崩溃之下,她还是什么都想不起来,事后,她又试图单独找到凯莉询问,然而凯莉仍旧是一副不愿提及的模样,并且因为这件事,她也又一次地被父亲打得遍体鳞伤,心疼的艾文再也顾不上什么真相,连忙安慰凯莉,这一刻,本就青梅竹马的两人终究没能忍住内心的激动,而这一幕却刚好被汤姆看到,只见她的眼神逐渐从愤怒转变成了凶狠,最后更是为了发泄直接将一旁的路人狠狠揍了一顿,另一边,回到家 她的艾文母亲无意中从新闻上看到了小镇发生了一起爆炸案,再一联想到小胖的莫名事故,直觉告诉她事情并不简单,于是为了艾文的安全着想,她决定彻底地端离这个小镇,得知此事的艾文第一时间找到凯莉告别,接着两人又打算去看望一下小胖,而看着她在家闷闷不乐的模样,两人决定带她出来透透气,然而刚来到几人的秘密基地,艾文就惊恐地发现汤姆正要虐杀自己的宠物狗,她赶忙上前阻止,汤姆却拿着木棍狠狠地朝她� 在她的躲闪之下,这一击静止地打在了凯莉头上,眼看凯莉直接昏迷了过去,而汤姆手上的火把也对准了惨叫不已的狗子,在极度的愤怒之下,艾文不顾一切地就朝着汤姆哭去,很不幸的是,她又一次地发病了,清醒后的她不但遍体鳞伤,一旁的凯莉更是抱头痛哭,艾文寻着她的视线看去,赫然又看到了自己早已被烧成焦炭的狗子和愣在原地的小胖,唯独汤姆不见了踪影,很快,时间就到了艾文搬走的这一天 凯莉独自一人前来送行,艾文也在离别的最后之急,给凯莉留下了一句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沉默,但青春期的诺言却是廉价的,七年后的艾文成了一名品学兼优的心理学学霸,而她也在这个新的城市有了新的生活,甚至在这七年间,她再也没有出现过失忆的情况了,可一次偶然的意外,让她意识到她的失忆症或许并不简单,这一天,她心仪的女同学无意间在她床底下翻出了她从小写的日记,好奇的她想让艾文给她读一下,艾文随手拿起一本,刚 刚好翻到了汤姆虐杀她宠物狗的那一段,然而读着读着,她就发现日记上的文字莫名地闪动了起来,周围的一切也渐渐变得模糊,在一眨眼的工夫,她竟回想起了她冲向汤姆的那一幕,原来当时的她不小心扮倒后,又被汤姆狠狠地揍了一顿,一旁的小胖那时也想要解开袋子,可面对着汤姆凶狠的威胁,本就怯懦得她也只好放弃,并且从汤姆口中,艾文也终于知道了她的动机,原来是她认为自己夺走了唯一 在意她的姐姐,说完这些后,汤姆直接就点燃了袋子,而艾文也在这一刻清醒了过来,此时的她既震惊又好奇,难道阅读日记真的能帮自己恢复记忆?为了验证这一猜想,她再次拿出一本日记,并翻到了雷管爆炸的那一段,在她的阅读之下,日记上的文字竟真的再次跳动了起来,她也成功回忆起了捂住凯莉耳朵的那一幕,几人在等待雷管爆炸的空隙,房子的主人却刚好开车回来了,分神之下,艾文一不小心被掉落的烟头烫上了� 在一抬头时,她终于见到了那时的真相 华儿更让艾文震惊的是,当她回归现实,竟发现肚子上凭空出现了一个烫伤疤痕,而疤痕很明显是在这次的回忆之中造成的,毕竟之前的她从未有过,这匪夷所思的一幕也让她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 于是她先是找到母亲试探地问起了父亲的情况,因为她记得父亲也有和她一样的失忆问题,可母亲却是一副欲言幼稚的态度,只是告诉艾文她父亲当时病得很重 甚至已经分布清现实和幻想了,艾文还想继续追问,母亲却直接转移了话题,还饶有兴致地带她看起了手下 谁曾想刚拿起艾文的手掌,凌莉就一脸震惊地告诉她她没有生命险 听到这里,母亲的脸色瞬间就变成了一幕 出来后更是默默地流下了眼泪,艾文十分诧异,她并不认为母亲会迷信到相信这种鬼话 在她的询问之下,她这才得知原来在她之前,母亲就已经流产过两次了 是艾文的顺利降生才将她从无尽的痛苦中拉了出来 也至此,她一直将艾文当作是她的奇迹,而凌莉的话刚好挑起了她的这些痛苦往事 所以她才会情绪失控 在重新回到学校后,艾文继续研究着关于日记的秘密 可看着看着,凯莉的身影却在她心里逐渐清晰了起来 或许是想起了自己曾经的沉默 她隔天就回到了那个阔别了七年的小镇 并在一家餐厅找到了身为服务员的凯莉 对于她的到来,凯莉在惊讶之余却没有了重逢的喜悦 显然她的生活过得并不如一 她告诉艾文,她弟弟汤姆在少馆所关了几年后 如今在一家七修厂工作 而她自己也在十五岁那年正式地自立门户了 艾文也顺势再一次问起了小时候她父亲给他们拍电影的事情 但没想到一停到这里 凯莉的情绪却瞬间崩溃了 她大声斥责着艾文七年秒无音许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却是为了来揭开她内心最为敏感的伤疤 不化而散后 艾文只能无奈地回到了学校 可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她就接到了来自汤姆的留言 凯莉在和她见面后的第二天自杀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艾文瞬间崩溃 可她不敢参加葬礼 更不敢面对她的家人 只能等到所有人离开后 悄悄留下了一束花和自己永远都无法兑现的承诺 等着一切做完 艾文决定去验证她的猜想 因为如果她推断证据 那她或许就能够拯救凯莉 甚至因此彻底改变凯莉的人生 她翻开日记里记录着拍电影的那一页 随着她的阅读 文字再一次地跳动了起来 她也成功闪回到了当年的地下室 而这一次 当邻居提出她的变态要求后 她先是让凯莉捂住了耳朵 接着就开始大声斥责邻居 要么现在就用她那变态的癖好 毁了她女儿的一生 让她最终在无尽的痛苦中自我了断 要么就好好行使她作为父亲的责任 这样悲剧也不会发生 最终 邻居被她成功说服 她和凯莉也没有受到任何伤害 可让她始料未及的是 当她重新回归现实 却发现自己躺在了一张陌生的床上 一股完全陌生的记忆碎片 也在一瞬间涌入了大脑 在这股记忆里 她和凯莉始终都没有分开过 并且两人也顺理成章地坠入了爱河 而当凯莉真的从床上醒来 艾文意识到她成功了 她改变了凯莉的人生 她的猜测没错 阅读日记不只是能让她回忆起过去 而是能够让她回到过去 甚至是改变过去 虽然在这个新的人生当中 凯莉的存在让她的人生 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她曾经的室友对她厌恶至极 她的身份也从学霸变成了笑霸 可因为凯莉的存在 她欣然接受了当下的一切 但命运的亏赠早已在暗中标注了价格 她的车被砸了 车内无故多出的宠物项圈 让她瞬间意识到 她被刑满释放的汤姆盯上了 原来自从那次凯莉被她解救之后 他们的父亲就再也没有对凯莉发过脾气 而是将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到了汤姆身上 这也导致如今的汤姆 对她更加的恨之入骨了 所以当汤姆堵住了准备溜走的两人后 二话没说就对着艾文一顿胖揍 艾文下意识地自卫反击 然而情绪激动之下 她却失手酿成了大火 就这样汤姆死了 艾文也被送进了监狱 她第一时间就让母亲送来了她的那些日记本 可她并没有意识到的是 她这样粉嫩的大学生在监狱里究竟能有多吃香 但最糟糕的还不是她被玉把盯上 而是她的日记被抢走了 尽管她拼命反抗 可拿到手的也只剩下了几张残烟 她知道 如果想要拿回日记 要么出卖自己 要么就铤而走险 在煎熬的抉择中 她无意间发现玉有近还是个虔诚的信徒 这让她瞬间想到了一个办法 她告诉玉有她是上帝的使者 为了让玉有相信 她先是让玉有随时注意自己手掌的变化 接着就开始阅读起了日记残业上的内容 随着场景闪动 她回到了最开始的那届美术课 画出了那幅让老师和母亲不含而立的画作 原来画面上的内容 正是现在的她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但这还不是她的计划 在老师惊恐万分的眼神中 她举起双手狠狠地拍向她 所以当她回归现实 玉有看到艾文手上凭空出现了耶稣钉痕的那一刻 她彻底地破防了 随后 艾文独自一人来到了玉霸的房间 并假借屈服的名义狠狠地对着他们发起了偷袭 紧随其后的玉有奋不顾身地堵住了大门 而她则迅速拿起日记本读了起来 在一群人冲进来的前军玉霸之间 她最终还是成功回到了过去 再次回到了汤姆虐杀她宠物狗的前一刻 此时的三人还在前往秘密基地的路上 于是艾文先递给小胖一把锋利的铁片 并冰嘱她一定要割开绳子 当凯莉被汤姆意外击倒后 为了保险起见 艾文也开始疏说起了汤姆的悲惨未来 希望以此让她醒悟 意外的是 这些话竟真的触动了她 可讽刺的是 当她主动放掉了宠物狗 小胖竟然就来到了她的身后 艾文再一次地崩溃了 原来蝴蝶的翅膀始终都在无情地挥动着 现实中的她成功离开了监狱 也再次恢复了她的学霸人生 可其余人的生活却被她彻底地摧毁了 小胖因为杀人被强制关进了精神病院 凯莉的人生也变得悲惨万分 因为汤姆的离世 她早已沦落进了风尘 艾文彻底地迷茫了 为了找到能够纠正这些错误的方法 她想到了她的父亲 于是她再一次通过日记 回到了探望父亲的那一天 而见到她的突然转变 父亲也很快意识到了 儿子是穿越而来 在她急迫地询问父亲不救的方法时 父亲却说出了一番 在现在的她看来莫名其妙的话 父亲的胡言乱语让艾文嗤之以鼻 她正欲反驳 谁料为了阻止她 父亲竟直接抱起 试图将她当场掐死 惊魂未定的她也在这一刻回归了现实 而为了证明自己能够弥补这一切 她再一次地找到了凯莉 并毫无隐瞒地向她透露了 自己能够改变过去的能力 可当她说起 他们另一段人生里的甜蜜时光时 凯莉却激动地质问 她既然她拥有上帝的能力 那为何不去拯救那对被雷管扎死的母女 这样小胖就不会惊吓到精神异常 她的弟弟汤姆也不会因此离世 艾文听进去 她通过日记再次回到了那个时刻 在雷管爆炸的前一刻 她不顾一切地朝着那对母女重去 但让她没想到的是 汤姆也奋不顾身地将那对母女扑倒在地 而她却因为离心想太紧 对爆炸方向炸 画面一转 当她从熟悉的寝室床上惊醒 她惊喜地发现小胖替代了她的室友 然而当她以为她终于成功捕救了一切时 残酷的命运却给她开了一个巨大的玩笑 她的确再一次地改变了所有人的人生 可她自己不仅失去了双帝 挚爱的凯莉还成为了小胖的女友 就连不学无数的汤姆 也无比讽刺地替代了她曾经的血霸身份 当她曾经看过的所有悲剧都沦落到自己身上后 她彻底地慌了 她也试着强迫自己接受现实 但看着凯莉一脸幸福地扑入小胖怀中的模样 她意识到自己终究还是无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所以在无尽的绝望之下 她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了 可更为残酷的是 她失去了肢体的同时 也同样失去了主导自己生命的权利 最终 她被汤姆救了上来 为了让她重新振作起来 汤姆又带她探望了她的母亲 而她也因此收到了另一个更大的噩耗 她的母亲此事已经命不久已了 原来自从艾文残废过后 母亲就靠着抽烟来麻木内心的悲痛 直到抽到了如今的肺癌晚期 看着母亲哪怕用尽全力也要鼓舞自己的模样 艾文决定再一次地操控命运了 她让小胖翻出了她曾经的日记 先是回到了最初写日记的时刻 试图毁掉那根罪魁祸首的雷管 可她刚来到厨房拿起刀 母亲就静止地来到了她身前 一瞬间她就清醒了过来 她知道这个节点的她什么都做不了 但她不打算放弃 而是迅速开启了另一段记忆 这一次 她重新进入到了噩梦开始的地下室 也成功找到了罪魁祸首的雷管 她试图在毁掉雷管的同时威胁邻居放过凯莉 可谁曾想当她点燃雷管后 邻居突然地争抢却让雷管滚到了凯莉的脚边 紧接着 不明所以的凯莉又将她夹起来 当再一次地回归现实 艾文从精神病院的床上惊醒 为了感谢凯莉的命运 她急迫地找到医生想要拿回自己的日记本 可医生却告诉她她从来就没有写过日记 这所有的一切都只是她的一项 艾文难以接受 谢斯底里地强调着自己并不是疯子 看到这一幕 医生也不禁感慨道 曾经艾文的父亲也是她这般模样 只不过她父亲所要的是一些从没有过的录像 艾文瞬间意识到 或许父亲的穿越方式并不是日记 于是她向母亲所要了她出生之前的家庭录像 等到夜深人进食 她偷偷溜进了医生的办公室 并迅速用沙发堵住了门口 接着又拿出放映机播放起了她出生前的录像 在安保人员破门而入的前一刻 她的意识再次变得模糊了起来 而这一次 她回到了自己降生前的胎儿时期 在无数次的修改命运过后 艾文终于意识到 原来她的出现才是所有厄运的根源 所以 她还是找到了不就这一切的罪有解 那就是阻止自己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于是 她选择用期待结束了自己还未开始的人生 至此 母亲的第三个孩子流产了 但在这之后 因为没有了艾文的存在 凯莉也没有选择跟着变态的父亲 母亲在悲痛过后 终究还是放下了过去 开始了她的另一段幸福人生 艾文的最终牺牲换来了所有人的幸福 可如果回过头来思考 她无数次篡改命运的经历 又何尝不是我们每个人 曾经幻想过的超能力呢 但她的结局 却也在无比深刻地警醒着我们每个人 无论现在的你是否失忆 无论现在的你是否在经历苦痛 但请你务必勇胆面对 因为如果人生是一场赌局 那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愿赌服输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愿赌服输